由麥美欣和曾子旺主持的節目 美欣小喇叭 這集請來漂亮了又瘦了的 小寶陳佳佳 和梁敬輝組嘉賓 小寶和敬輝近年轉線跑道 積極開拓直播帶貨市場 是就是賺到豬籠入水 不過錢真是張張佳辛苦 坦白說,做直播三年 以前經常覺得拍戲、入TVB 別人都會說一句 入來拍戲五年,成長十年 是… 我們說直播,你做三年成長不僅15年 成長得很快? 對 成長得很快 就是說很多事情都是… 視乎你的要求多少 是 如果你要求我做得成功的話 我想你付出的努力 是等於你經營一盤生意,沒分別 是… 而且你可能門市的生意 只是一天過千流量 但我們說網上的流量 是一天過百萬的 有很多事情,你都說事前準備事後 準備是嚇死你的 就是很想帶出一個訊息 給有看的觀眾知道 其實沒有一件事是你看上去那麼容易 你說TVB拍劇很辛苦 哪裏拍戲很辛苦 其實做任何事都會有它辛苦的過程 而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但是我自己為我 就算你拍戲再辛苦 我都覺得我很享受整個過程 但是你說直播帶貨 我是否完全享受呢 我又不是 但我覺得既然我選擇這工作去做 我都一定要把它做好 做直播帶貨達人真是不容易 敬輝就說他之所以可以輕鬆應付 這項工作 TVB真是幫了他不少 因為我覺得都是要感謝TVB 不是說拆下 我們能夠拿出來的所有板斧 都是在這間公司的訓練下 去形成的 即是直播帶貨裡面 你牽涉到的唱歌 跳舞 演戲 說話 轉數要快 咬字要清晰 臨危不亂 都全部在這裏學回來 但我很欣賞你 因為你調節得很好